因为前不久 神通阁的一位少阁主 变上了超神巅峰势力的 一位绝美仙女 想要将其内窃给自己 结果对方不答应 直接让得他 这位少阁主 非常没有面子 便是 请动了阁中的几位神斩 一起前往那位绝美仙女 所在的超神巅峰势力提亲 结果瞬间再度被轰了出来 就连那些实力不凡的 几位神斩都被轰了出来 极其的狼狈 那些神斩 至少都是五重天卫神 和六重天卫神的实力 竟然都不堪一击 就开始逃窜了 与其说逃窜倒 不如说那是在逃命 因为 那超神巅峰势力中 随便出来一个人 都是极其强大的存在 神通阁以为自己拥有庞大的底蕴 就能够抗衡超神巅峰势力 结果要不是后者宽宏大量 神通阁怕是都危在旦夕 只是最后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那神通阁之主 倒是没有出来主持 这事情就好像直接过去了 从此没有一人 在说这样的事情 久而久之 也有传闻出 那神通阁之主 这是在逃避 虽然拥有着五大超神势力的抵御 可是比起超神巅峰势力 还差之很远 不过 这神灵城中 就属神通阁这等超神势力最强 所以想要进入诸神万界 还需要向神通阁 购买进入诸神万界的资格 什么 诸神万界还需要购买资格才能进入 硝烟大致地了解完之后 有些惊恶的道 哼哼 这也是没办法 毕竟神通阁是神灵城的地主 神灵城能够汇聚诸多各方世界 和各方势力之人来来往往 达到如今的繁华成就 离不开神通阁 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来 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规矩 但焚老看出硝烟的心思 然后饶有兴致地笑道 不过 你也可以不用购买这样的资格 前提是你的实力更强才行 硝烟也是无奈的一笑 看来到哪里都需要实力为尊 实力就是规矩 不过 自己如今 虽然那突破到了五重天位神巅峰的层次 可是在神通阁这样的超神势力比起来 还是无法去抗衡的 毕竟对方可是拥有着比五大超神势力还有强的抵御 这可不是硝烟目前能够惹得起的存在 就算自己拥有诸多的强大底牌 但是也没必要冒这样的险与对方翻脸 到了一个新的陌生世界 还需要低调才行 不然太过自大 那么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这些基本的道理 硝烟还是知道的 但 这是建立在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的基础上 要是哪个不眨眼的 想要挑衅自己 那么也不建议与对方拼一拼 眼底硝烟可不会怕事 好了 基本的信息你也了解了 可以收拾收拾 准备启程了 焚老说到 当即 硝烟点点头 重新从那戒指中 拿出了一件新衣服 穿在了自己的身上 将神火横骨齿 放在了自己的后背 没有这火焰气息 使得神火横骨齿 不会那么艳丽 但如果仔细一看的话 还能清晰地见到 神火横骨齿上 有着暗淡的火纹 不过一旦催动神力 这神火横骨齿上的这些火纹 便是生腾多种火焰的毁灭力量 自己的灵石从焚绝空间出来 然后缓缓地站起 上前走了几步 站在无量神界最高山峰之巅 看向了浩瀚无尽的 无数座神之大陆 其中有生机勃勃的大陆 也有着死气沉沉的大陆 而这样的现象 在无量神界之中 已经不是惊奇的事情了 自天古浩劫之后 无量神界就被庞大的神法 大阵封印 整个神界的资源能量 也被封印了 导致无法恢复到鼎盛时期 这也就导致了 和万寿神界一样 几乎很少有高阶天卫神 和巅峰天卫神 除了无量神山之主外 恐怕无量神界中 没有第二个人 是九重天卫神 就在硝烟准备要启程之时 天际上传来四道强大的气息 大股气息比硝烟更加的强大几分 感受到这四道熟悉的气息 硝烟就知道了 来者是谁 硝烟小友 你这是要离开无量神界了吗 说话的是一位中年男子 他的身材魁梧 仿佛一棵千年古树 深深地扎根在大地之中 那宽阔的肩膀 和修长的身躯 无一步流露出 优雅而强大的气质 他的存在 本身就是一种无言的威严 让人无法忽视 而他就是五大山之一的无尽山主 实力已是六重天卫神巅峰 随后 又有三道身影缓缓地落在地上 脸上带着一丝微笑地看着硝烟 一位拥有一份沉稳帅气的气质 让人不禁为之倾倒 没想到 已经有一定的年纪了 竟然还如此的有气质 当真非常少见 这位乃是五大山之一的太金山主 实力同样是六重天卫神巅峰 站在太金山主左边的这道身影 他的眸子深邃如夜空 流星划过时 留下的一丝光亮 在静谧中闪烁 犹如长河落日 透露着悠悠岁月沉淀的沧桑 他就是五大山之一的落雁山主 六重天卫神巅峰的实力 右边的是那一位长发及腰 脸色苍白 眼睛却炯炯有神 他身穿白衣 腰间竖着一块羊枝玉带 看上去十分的清俊儒雅 乃是五大山之一的清丹山主 实力与其他三位相当 同时他也是一位炼药师 是一位九品药仙 见过几位前辈 萧炎立马对着四大山主恭敬行礼 这四位乃是肩负守护封印 神法大阵的众人 然后 他们四人的目光看向萧炎时 眼眸微微的一变 旋即瞪大了眼睛仔细一看 便是感觉到 萧炎神山所散发出来的 一股可怕波动 五 五重天卫神 清丹山主内心震惊无比 说话都打结了 字字鱼鱼起来 不过他在萧炎身上 感受到的气息没有错 是真的五重天卫神气息 五重天卫神 其余三位山主 也同样喃喃出生 显然也是被萧炎这突破的能力 所震惊到了 三年的时间 就能够从三重天卫神 突破到五重天卫神 就算换作是他们 也根本做不到这样的程度 就连想都不敢想 你是怎么做到的 三年时间 就突破到了五重天卫神巅峰 几位山主一口同声地吃惊到 萧炎也是尴尬地挠了挠头 但他并不可能将焚绝空间 和焚神绝的事情告诉他们 并不是萧炎小气 而是有些东西 不能讲那么清楚给别人 小辈是侥幸将 灭世神火本源给炼化了 此话一出 直接让那经历过风雨的四大山主 都有些站不稳 身影一晃 惊骇的道 炼化了灭世神火本源 而且还只花了三年的时间 这样的事情 在他们的眼前发生 是多么恐怖的事情 那可是神火呀 更何况是排名第三的灭世神火 那毁灭的能量 就算是他们四大山主 都不敢轻易去炼化 这样的恐怖之物 可是听萧炎将 他竟然直接将 这如此恐怖的灭世本源 仅仅花费了三年时间 就全部将本源炼化殆尽 这事情说给谁听 都不会去相信 不过萧炎那真真实实的 五重天卫神气息 的确不会有假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萧炎则是在焚绝空间中 整整花费了近三十年的时间 才完成对灭世本源的 全部吸收 要不是有焚绝空间 这样的特殊存在 就算萧炎的天赋砸在变态 也不会真的在三年的时间内 将灭世本源炼化 同时还将其他的强大底牌 一并修炼 妖孽 变态 你还真是 让我们大吃一惊啊 三年时间就突破了 两重天的小境界 还真是让我们都大开眼界了 在震撼了片刻之后 几位山主才缓缓地恢复正常 看着萧炎的眼神中 有多么一分欣赏之色 这样的人物 他们还从未见过 萧炎都被他们几个山主 说得有点尴尬的不好意思起来 自己这样的提升速度 的确会震惊众人 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 听说 萧炎小友 要去诸神万界吗 那里的强者无数 就算你如今突破到了 五重天卫神 在那个神界 恐怕都有着一丝危险 但至少比起三年前 只有三重天卫神 实力的你好太多了 正是 我需要变得更强 去拯救我的兄弟 诸神万界 怕是我变强的最佳地方了 不过过了三年 萧炎也在这四大山主的身上 感觉到了 有着强大的波动 看来这三年 他们几人也少不了修炼 哼哼 也是 你这般变态妖孽般的天赋 无惧诸神万界闯一闯 还真的是可惜 但到了那里 一切都要低调行事 毕竟诸神万界 可是大咒中资源 最多超级神器无数的神界 特别是万界 神舟 那可是诸神万界最中心 最繁华的巅峰世界 无数高阶和巅峰天卫神 都汇聚那里 一个不小心机会丧命于此 萧炎小友可要记住了 几位山主 也是将诸神万界的凶险 告知了萧炎 虽然 诸神万界的资源 是大咒九界中最丰富的存在 可是也同样 其中的超级神奇 都是数不胜数 无重天卫神的实力 虽然可以在诸神万界 创立超神势力 但也只能在外围 其他神之大陆上 至于那万界 神舟中 无重天卫神 虽然能够创立超神势力 但也只怕是别人的打手了 嗯 几位前辈所说 小辈萧炎会记住的 萧炎也是对着这四位前辈拱了拱手 目光扫视了一圈之后 接着道 对了 无量前辈现在完成突破没有 文言 几位山主无奈一笑 道 哪有那么快突破 他可是在领域大咒道义 这可比提升几重的天卫 更加的困难千倍万倍 不然也不会只不与 九重天卫神巅峰很久了 而且 依我们的估计 如果没有领悟道义根本 怕是他也不会出来了 之前元尊给予他的一丝指点 可谓是他有史以来最大的机缘了 所以他可不会那么轻易地闭关出来 说来也是 对于大咒道义的玄傲 想要将其领悟 也是极其困难之事 更何况在这种主神缺席的时期 更是难上加难 万千大道 属于无量神山之主的 究竟是哪一道义 只有靠他自己去领悟了 主神的领域 虽然踏入的机会很渺茫 但在日后 我必定会登领主神领域 萧炎此时的热血 正在逐渐地燃起 对于变强 萧炎可不会懈怠 况且 那可是大咒的最强境界 主神 一旦登领着主神的领域 届时 萧炎也能够 靠着一人之力 抗衡整个神奇联盟的存在 当然 这只是萧炎的想法 灵动牧城 可没有等自己突破主神的那时间 他们二人现在在神奇联盟怕 已经是凶多吉少了 所以必须要加快自己的步伐了 小辈萧炎 就先离开无量神界了 四位前辈 告辞 与几位山主 简单地告别了之后 萧炎的身影 便一刻都没有停留 直接朝着无量神界的闭魔飞去 这一刻 萧炎也等了很久了 经过长久时间的生死历练 自己终于从主宰境突破成神 如今又达到了神之领域中的 五重天位神巅峰 这怕天古纪元之后 第一个以五重天位神巅峰 实力的下等级世界人类的身份 前往那诸神之路 诸神万界 我来了 灵动 牧尘 等着我 萧炎的霸道绝伦之气 势不可挡 双眼之中充满着坚不可摧的意志 那是只有来自一位真正强者身上 才具备的东西 而萧炎目前虽然在诸神万界中 不是最厉害的 但他肯定是最勇猛 拥有可以月极挑战六重天位神的存在 试问 在诸神万界之中 就算是那些神之天骄 都很难做到月极挑战 不然此前那五大神哥的第一天骄 在联手对敌四玉天神军的时候 为什么依旧被后者压着打 这就是天位神之间 不能月极挑战的原因 除非你的星辰数量 能够修炼出和萧炎一样 或许就真的能够打破了 天位神不能月极挑战的局面 望着萧炎离去的方向 几位山主喃喃自语了起来 哦 此子不凡啊 也不知道下次再见他的时候 会是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了 我们都老了 现在的大咒 就需要这样的 一位天赋妖孽般之人不断成长 直到能够站在神界之巅 成为最强般的巅峰存在 他们的心中带着一丝希望之后 四位山主的身影 则是消失在了原地